叔叔阿姨都不愉快了 搞得我姐的粉丝她都不开心了 很抱歉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是对不起 我本是个好人 我不是什么好人 我是坏人 我是坏人 我没有错 是因为我有错 所以才会变成这种样子的 知道吧 算了吧 我在这里挺好的 都是因为怪我嘛 反正 因为我以前 对吧 所以什么事情发生了都会怪在我头上 包括我姐和易走他们两个不在一起了 你们都会怪在我头上 对啊本来就是我 所以现在你们开心了吗 两个男人就是你搞的鬼 对 我魅力太大了 我魅力太大了 只能说明 我魅力太大了 荜 我魅力太大了 但是荜 封面 好 我 算我 Hier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都不知道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他是可以在网上讲 有些事情他是不可以在网上讲 知道吧 你们不懂 你们不懂知道吗 那我会化妆没有没有 我不会化妆 他直接爱一个 见一个爱一个 后来结果一个都没有 有没有的 咱们不要抄袭这些事情 我也不想把这些事情 我现在我自己的事情我都管不好 我头都大了 我还管那么多事情 不可能啊 反正啊 我在他身边里面也会说 都是我搞的鬼 那我不跟他一起了 现在你们又说去他那里 去他那里 这样子的样子的 从头到尾我就做了个坏人 虽然有很多粉丝 但是是 没用 没用 你姐姐真不如你 没有没有 各有各的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啊 咱也不要说他好 谁坏 这样子那样子的 这样做好自己 有些东西也 他就不能在网上讲 我也不想那么多 我希望你们能理会就行了 反正你们也是一样的呀 嗯 你们想啊 哪个人 会在网络上表现出自己的不好 不可能的事情 包括我姐 包括易总 所有人 他都不会在网络上表现出自己的不好 哪怕你们知道了一点不好 他也会努力的去洗白自己 知道吗 包括我自己也是 包括所有人 知道吧 家人们 谁都是 大家都是 哎呀 说白了都是赚钱 你们三个都不好 我没有说过我不好 哦我没有说过我好 哦我没有说过我好 对吧 这世上谁不想钱 啊 谁不想钱 不怪你阿姨加油 都怪我 都怪我以前 哎呀 有些话我不想说 有些话我不想说 说白了 就废话 妹妹变好了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 只是 你们现实就没有见到过我而已 跟阿伟就不是这样子 跟阿伟就不是这样子也好 是这样子也好 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了 对吧 都过得挺好的 都过得挺好的 就完事了 但是不要提以前 以前是过去事 是去年的事情 今年是龙年啊 咱新的开始不好吗 咱就不能把过去的事情往后放一放 过好自己新的生活不好吗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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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老是说阿伟年轻 易老板 他老 其实你们又不知道 人家真实的年龄 对吧 你们又不知道 人家真实的年龄 不要说阿姨了 没事 继续说我 没关系的啊 没事 你们随便说我 我让你们说 只有我会让你们说我 别人他就不会 知道吧 别人他会 捧好自己的人设 他不会去 想掉自己的人设 根本就没有 谁想在互联网上 谁想在这个网上 想让自己的人设不好 不好那么一点点 咱都是要去洗牌自己的 就这样子的知道吧 只是你们真的 永远都活在 你们是这样子 你们这样子不行的 永远都活在虚拟之中 其实我也挺痛苦的 以前我一开播 你们老是这样子骂我 难道我就没有痛苦过吗 一开播 五千多个人 三千多个人 两千多个人 四千多个人 公平上全部都是骂我的 难道我就没有努力了吗 咱也没必要去骂别人 其实 看一看就好了 看一看就好了 知道吧 不要理他们 哎呀 没事 没事 这又啥 还不是因为我自己 以前 做了一个人设不好的 是吧 你不是叫姐夫的吗 你姐夫呢 你管啊 你管吗 瘦了 休息了 好看 没有 每个人都挺好的 都挺善良的 咱也不要说别人 就说说自己就好了 那时候笑 哎呀 咱不要说 那个陈思 咱不要解释了 解释就是掩饰 人家是那么热维的 知道吧 人家会那么热维的 还有什么苦 说给大家 讲讲心里 就是呢 心里话还是挺多的 就是怕别人 又露 又截 又露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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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样子 知道吧 帮你买东西 没事 呃 卖东西这个事情呢 是自己的本事啊 我是这么想的 我也不搞什么套路 七二八的 我不想搞 我想有什么好的东西 分享给叔叔阿姨 我就直接分享 不就就好了 没必要做那种剧吧 哦年到了 什么什么 怎么怎么样 没必要去做 爸妈离婚了 嗯 没事 离了就离了 啊 不是他的 是自己找的 是自己 我自己找的 我自己有伤痂 他会联系自己 知道吧 他会联系我 然后 嗯 对不对 没事 真的离婚 不离婚的 都不重要 我现在重要的是 嗯 我过好自己就行了 阿姨默你好吗 挺好的 阿姨默挺好的 嗯 我不会把我自己的那些经验 说给大家听 知道吧 我不会把那些东西 嗯 给大家听 把我自己的故事 说给大家听 你们都不知道 我是 嗯 以前啊 算了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阿姨默开心点 我挺开心的 说实话真的 去年还是 去年 对去年 我也有去打工过 知道吧 去年 我跟你们说啊 嗯 去年 这个月份 这 这个月的 这个月份啊 我跟我妈吵架 嗯 我跟我妈吵架 我说我出去打工 当时我记得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 那年 去年啊 有些话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说自己的实话吧 啊 去年这个月份 三月份的时候 我去打工了 家里面 家里面一份钱不给我 然后我借的是我一个朋友的 200块钱 我借了他200块钱 然后我还向另一位借了200块钱 然后400块钱 然后我大一 我又去了我大一家 我大一家 给我了100块钱 然后500块钱 对 那那时候 我我为了出去打工 去年 只是我们 没有告诉你们说实话真的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 知道吧 有些事情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 那个时候 嗯 我我也感觉就是 因为前面发生了一点事情 其实 我跟你们这么说吧 为什么家里面 也一直催着我结婚 因为 我也结婚过 只是 没有 只是没有说出来过 从来都没有在网上说过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 我才跟你们说 我从来都没有在网络上跟你们说过这些话 都没有在网络上